46. 京華時報2015年7月9日報章 A.22 文魚如說敗鹽水翻拍報報經深韓劇 再下一盤很大的奇增經有過一段時期,國內流行翻拍韓劇 把當年大逆過的經典悲情韓劇般過來幾乎一模一樣再拍一片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 如今當國內影視界陷入了改篇網絡小說 瘋狂打造IP的熱潮後,改篇韓劇已經不太受待見 韓劇反倒向中國取經了 自從去年起,韓劇突然迷上了改篇華語電視劇 根本停不下來,聽說那年冬天 風在吹的導演打算翻拍國產電視劇良心之作步步驚心 男主角四爺要請導演的好友趙人情來演 粉絲們立即不淡定了,有的大喊 不要為我好劇,別添泡菜,也有人歡天喜地 拍手叫好,聲稱韓劇版會換髮身顏 甚至亡著幫導演選角呢 就目前韓國古裝劇的水準來說 步步驚心到了他們的手中 塗脂抹粉改變外貌是一定的 首先就是主角們的清朝裝 花盤鞋和光頭戴邊紙全都得換韓服 視覺審美的變化構成第一衝擊 按照韓國人對服裝精益求精的要求 應該不會出什麼策子,而來,翻拍的劇集本身有口碑在前 觀念S對焦之心,出口到原籍也不擔心收視的問題 名利相收,銀紙賺得滿滿不是夢 韓劇製作者真是一幫名呼其實的學霸 近幾年來,面對題材平頸 他開始衝出韓國本土對別國的好 劇實行拿來主義,因為文化相近 市場相倫,道得比較保守的韓國影視界翻拍亞洲各地的熱劇 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2009年,翻拍至台灣偶像劇敗犬女王的韓劇 《網女的戀愛》在當時橫視引起了不少的話題 由此也拉開了韓國電視台和製作公司們 開始批量翻拍的序幕 台灣電視劇命中注定我愛你我可能不會愛你 分別被韓國人翻拍成 命運一樣愛著你愛你的時間 2013年的那年冬天 風在吹則是翻拍至日本的電視劇 《不需要愛情的夏天》 劇中剔除了懇日本的元素與價值觀 把他改頭換面完全移植到韓國 並無不良反應 《精緻的畫面》 《曖昧感情的難滅》 《恰好的道德赤道》 這一切讓導演金灰太清德上市一名外科名醫 翻拍有風險 同樣須謹慎 中國式的翻拍雜窩的不少 比喻有的國產電視劇者禁國外同類作品 幾乎都會因為文化差異和製作水平折擊沉沙 國產片重返20歲渣門結婚把刀翻拍至韓國電影 獲得了少少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由韓國團隊把刀劇本 才是得作品不至於方向走版 韓劇為什麽能如此也重於翻拍呢 當然是原意自信 仔細研究韓劇翻拍劇 並不是非倫吞祖的原版照搬 而是遵循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 把故事搬過來然後會進行二次加工 去調水土不服的 樓下街大歡喜的 加上接地氣的本地元素與文化倫理 到這而故事基本完成了韓國化的任務 說到底 韓國人通過韓劇向外輸出的是文化和價值觀 翻拍的邏輯時 把比國的好東西拿過來 做個簡單的手術 變成自己的 然後再賣到原則或者更多國家 這真是高級的玩法 驗水